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健康又清淡 今天我们就请温国志师傅告诉我们 如何来做两道又清淡又健康的家常菜 第一道菜你要做的是哪一个昏暑的 要来做这个芝麻土鸡翅 芝麻土鸡翅 是的 所以鸡翅是土鸡的鸡翅 是是是 为什么会特别选用土鸡的鸡翅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这个烧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所以用土鸡的话 它的口感咀嚼感会比较好 可是它会不会因为是土鸡 感觉是肉质会没有一般的肉鸡 或者烘花鸡的那么的这个嫩呢 对对就是比较扎实一点的 我们就特别要吃到扎实一点的口感 OK好 怎么来做 这个一般土鸡翅我们是买三截翅的 是三截对不对 对 好 所谓的三截翅 对 通常是这个是前面的翅肩 对 中段 是 再加上后面对不对 这个有人讲什么棒棒腿 这样子的部分 对不对 翅小腿 对 好 所以三截是这样子 是 那三截要怎么变 三截的话我们先把它对签 因为这太大支 我们照它的这个关节的地方 稍微切开了 顺着两个关节中间的细缝 就把它滑进去 切切 刚好是软骨 我们把它切开之后 这个刺腿的地方比较大 这边比较 肥一点 比这边相对地肥 所以这边我们划一道缺口 让它煮起来比较快熟 对 了解了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鸡翅的部分 锅中我们要加一点油 然后把鸡翅把它加下 鸡翅的话 我们把它加下稍微煎一下 你该不会只煎三个吧 没有 全部要下 那我们先加一点油 不说 这个天气肥肥是重要 但是不能够 两个人只吃三个 对 加一点油 下来煎 那因为土鸡翅本身体积比较大 是 所以我们一般这样加下来的时候 煎 让它煎到上色 就是两面酥脆 是只要煎到上色 需不需要达到熟的地方 不用 就是表皮有点上色 所以这个鸡翅原则上 它的油脂成分也含量比较高 没错 所以我们一般加的话 这个油不要加太多 只要用一点点油 让这个鸡翅可以在锅子里面 滑动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要用太多油 否则到时候鸡翅的皮出来的油 那就变得油漏漏 对 会变太多油 对 好 然后把它翻面 这样子 先上色这样子 今天你做这道料理 你说是芝麻土鸡翅 对不对 可是我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爆香料 对 一般我们做菜的时候 要不然 荤食我们就会拿一些 葱 蒜爆香 对 素食我们就拿一些芹菜 或者是姜来爆香 你都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待会要烧那个 蜜汁的风味 有点甜咸味 所以因为有甜味 所以我们就不加那个清香料 所以是因为料理的关系 所以不加 对 不是没有带 有带 但是因为我们的风味 因为你说蜜汁 我们加了一般的葱跟蒜 它的风味会没那么好 因为有点甜的嘛 对 对 它就把那个味道整个混得太杂了 对 对 反而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想要变成稍微有点轻食 稍微有点比较健康的概念 对 好 我们现在这个鸡翅 现在煎上色 然后我们把芋头也加下来 芋头我们切的大小 因为我们跟这个土鸡翅比较大支 所以芋头我们就切稍微大块一点 大家的尺寸长得都一样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芋头也下来稍微煎一下 我们现在把调料加下来 这就可以加调味料了 加调味料 好 来 这个是那个乌醋最后加 我们加点酱油 酱油 对 加点酱油 OK 所以大概一大匙的酱油 然后我们加一大匙的酒 酒 需要一大匙 对 酱油这样子够不够 够 够了 酱油的话我们要先沿着这个锅边 先一下把它促热锅 它有没有香气会比较香 所以有锅子的热气 让酱油能够稍微 胺基酸会发 胺基酸能够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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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 来我们加一点水 水 对 因为土机是比较大 所以这个大概要烧 大概十分钟左右 好 那水的话 醃過一半的食材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加點糖 很多人在問 在這個下調味料的時候 酒跟醬油誰先誰後 一般我們要醬油的香氣 比如說人家做紅燒類型的菜色 醬油要先下 先下醬油 但是因為你的鍋子的熱源 跟底下的火源 火如果很大火那種 醬油下了之後 有產生香氣之後 就馬上要下酒了 酒 就是先讓醬油下去以後 冒了一陣煙 聞到那個香氣 接著酒就淋下去 就淋下去 然後酒跟醬油在鍋子裡面 大概燒多久 算是已經可以 再去下別的材料了呢 因為酒也大概一兩匙而已 是 它下去之後 就接著要加水了 如果說你的食材不用上色的話 就可以直接下水 OK 如果你的食材 要讓它上色的那一種的話 就稍微再收一下這樣子 對 如果是紅燒類的那個 譬如像草客家小炒那一種的 五花肉你要稍微收一下的 那一種就可以 就是稍微拌炒一下這樣 好 今天這道菜 我看你下的醬油的量沒有很多 對 然後現在鍋子裡面的湯汁 顏色也沒有很深 是 所以我們不希望把它弄成是一個 歐麻麻這樣子的油菜 對 那因為這個蜜汁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才加了大概三大匙的糖 是 所以待會兒湯汁揮發之後呢 等食材全部熟成之後 它會糖化 會把所有食材包覆起來 那顏色就會變得比較深一點 是 對 好 那到這邊這樣子呢 我們就蓋上鍋蓋 給它稍微收汁一下 OK 好 現在水是滾的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我們現在如果要蓋上鍋蓋 接著讓它燒 是保持這樣子的火力 這樣子的滾的程度 還是水滾之後 就可以轉小火慢慢在那補補補 轉小火就可以轉小火 然後蓋上鍋蓋 好 最後起鍋之後 我們再加這個烏醋 去平衡那個甜味這樣子 那風味就會比較有層次 比較好吃 OK 好 現在看到鍋子裡面的水 還有這麼多 還在那邊 啵啵啵啵啵啵啵 對不對 我們稍微燒一下 大約8到10分鐘 對 等待會水少了 泡泡變小了 我們再來做最後收尾的動作 是的 好啦 緊接著 第二道菜 你要做的是什麼菜 我們要做這個猴頭菇素牛排 這是猴頭菇 猴頭菇 牛排呢 我們待會把它做成像牛排的這個形狀 這樣子 所以牛排就是用猴頭菇來做 是的 是的 我以為你前面雞翅芋頭是有雞翅有芋頭 對 後面是猴頭菇牛排 是有猴頭菇跟牛排 沒有 我們把這個猴頭菇 因為猴頭菇 我們待會 還是因為牛排沒帶 沒有沒有 這個猴頭菇要做成素的牛排的形狀 因為它咀嚼口感 會像那個牛排的這個口感這樣子 了解了 了解了 好 我們來從什麼地方開始操作 好 那這個猴頭菇的話呢 現在是市售上面有沒有燻那個流化物的 是 所以它大概洗兩遍 所以有沒有流化物 其實從它這個蒂頭的地方 對 應該就可以判斷得出來 對 黃黃的那一種 然後它會有一點帶酸味 是 所以如果你有買到流化物的那一種 要汆燙的好 三四遍這樣子 了解了解 好 那這個呢 我們把它泡發之後 是 我們把這個水把它擠乾 好 我們把水倒掉 好 這樣子呢 我們把這個多餘的水分把它擠乾倒掉 可以依照 你這樣子一擠掉水 對 大概只買了兩個猴頭菇而已嗎 沒有 這個是有機的 這個我買了大概三四十朵 好 那它 它有三四十朵 對 你有18朵放在家裡嗎 沒有 那這個猴頭菇呢 它是這樣子 就是譬如說你的水不要擠太乾 你看這樣擠還有水 好 還有水 不要擠太乾 好 讓它有一點水分 那如果擠到水就只剩一朵了 因為我們要讓它有一點口感在 是 好 那這個 一般這個猴頭菇的話呢 蒂頭如果覺得比較粗把它剪掉 好 然後依照這個 每個大小把它撕成一口大小 這樣子 是 好 那現在我們稍微給它醃一下 加一點鹽跟胡椒粉 這邊需要稍微醃漬一下 對 好 加一點鹽 這邊是鹽 鹽跟胡椒粉就可以了 黑的還是白的 白的 白胡椒粉 一點點的鹽 胡椒粉 好 這樣稍微醃一下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稍微把它抓一下 就是這樣調味料混和均勻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加一點點的麵粉 因為我們要讓猴頭菇每個 一塊一塊一塊中間要有一個接濁劑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那麵粉是一個接濁劑 那這個麵粉它當接濁劑來用 就不用特別要求它的筋性嗎 不用不用 一般我們用低筋的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時候呢 麵粉跟水的量還是要拿捏好 就是譬如說我們剛剛的這個猴頭菇的水 不要擠太乾 那你這時候就可以不用加水 好 然後這時候呢我們要看到就是 它的這個澱粉不能太多的 所以它咀嚼起來的那個牛排的口感 才會有那個口感 好 所以它咀嚼起來的那個牛排的口感 才會有那個口感 好 現在這樣子乍看之下 所謂的麵粉不多 是你還可以看到猴頭菇的形 有沒有 它沒有粉把猴頭菇完全蓋掉了 讓你看到的東西白白的 就是粉太多這樣 粉太多 好 這邊有 但是呢 反過來它可以聚在一起 但是沒有太多 太多 對 好 我們鍋中加一點油 好 然後我們要下來煎 我們這個大概煎三塊 按依照手掌的大小 就是跟牛排的大小一樣 這樣子 是 好 我們加一點油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塑形 好 就是這樣 好 我們先抓在手上 然後這樣稍微壓一下 好 那你 把它稍微整形對不對 對 不要有太厚的地方對不對 稍微的 相對的聚攏在一起 變成是一塊 跟手掌一樣大 OK 好 那這時候我們 放到鍋底的時候 我們也稍微壓一下 壓一下 好 現在反正它還沒有太熱 對 手還可以在鍋子裡面 去把它稍微 集中一下 對 稍微多沾一點點油 稍微移到旁邊去 是 好 那這樣子 好 重複這個動作 是 因為我們今天做三塊 好 好 這樣子 這個麵粉如果量不夠的話 對 未來會不會在鍋子裡面 變成是炒猴頭菇 會 所以這個要掌控好 因為這個猴頭菇素牛排 它最主要就是比較健康養生 是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澱粉的話 不要太多 那我們因為要取其它的 牛排的口感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 藉由澱粉這樣子 去讓它做沾黏 OK 好 一般我們來看這個牛排的時候 當你刀切下去 或者切之前 總會看到牛排上面 有一絲一絲的那種肉的紋路在 對不對 剛好這個紋路 跟猴頭菇本身的紋路 非常的接近 因此啊 才會用這樣子的猴頭菇 來取代那個 牛排的一些視覺上的感覺 是 是 是 最後的調味 如果調得又剛剛好 就是像黑胡椒的風味 對 那就像素牛排的這種狀態 那猴頭菇最主要它 營養價值跟質感價值 比較高一點 跟牛排是同樣的 沒錯 沒錯沒錯 好 在你今天用猴頭菇來做之前 對 是不是以前人也可以拿香菇的地頭 來做的事情 有有有有用香菇來做 但是因為香菇的地頭 畢竟那個口感不好 比較硬 硬 對不對 沒有猴頭菇的組織啊 或者是長相啊 對 那麼的像 對 好 那這個煎的話呢 我們最主要兩面煎到 有一點上色 然後這個中間的話呢 不用到 全熟 麵糊的話不用到泥固這樣子 好 好 這樣子 漂亮 剛剛放下去很容易 對不對 因為拿手上把它聚在一起 對 翻面就不太容易了 對 稍微小心一點 要翻完了以後 果然就變成炒猴頭菇 一般我們看 就是一面煎完之後呢 是 你的澱粉的量就像這樣子 就是四有若無這樣子 會是最好的 那你待會吃的時候呢 就是吃到猴頭菇的 光看這個顏色 它真的有點像是 煎得恰恰的那種雞排 對 有沒有 好 很像 那這個猴頭菇 我們今天是用 乾的猴頭菇來做 那我有試過用新鮮的是 乾的猴頭菇做這個 樹牛排的風味口感 是最完美的 對 因為水分還亮 新鮮的不太好 新鮮的話 它就是那個水分的拿捏 太多 對 它幾不乾 是…你這樣做著做著 說不定它會 藉由加熱會出水 對 好 好 我們這個煎上色之後 我們把它稍微取出 先取出來 對 用一個盤子來撞 好 這樣子 我們要爆香它的香料 嚇我一跳 好 我以為這樣就好了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要燒 黑胡椒蘑菇這樣淋上去 掉下來 好 我們現在鍋中再加一點油 好 我們來爆香 那爆香的這個食材的話呢 我們今天加一點這個 紅蘿蔔 還有這個甜椒 是 下來這樣子 好 紅蘿蔔丁 對 因為是素的嘛 所以我們就加一點這個 所有的食材都要用素的 對 就算你用一些新香料 我怕都只能用芹菜 用這個薑了 對… 好 我們把紅蘿蔔 還有彩椒 先稍微爆一下 然後這邊呢 我們加一點黑胡椒粒 下來做這個香氣 香氣的部分 好 黑胡椒先加 OK 好 顆粒的黑胡椒加進來 對… 好 好 大概一小匙 一小匙這樣 好 炒香之後呢 我們加一點番茄醬 喔 要一點番茄醬 我們先把這個 黑胡椒的香氣 好 把它炒出來 是 有 有 有 你剛剛加熱了之後 對 那個黑胡椒的香氣 就炒出來 對 好 番茄醬呢 好 紫容性的 我們用一點油 去把它的這個炒出來 是 顏色就出來了 對 好 炒香之後呢 我們加一點調味料 醬油 醬油 來 醬油 醬油 好 醬油 然後我們加一點這個白醋 白醋 好 加一點我們的水 水 水的話大概100cc 好 水加下來之後 我們加一點糖 好 需要一點點糖 對 這樣子 讓它的味道沒有那麼的絕對鹹 對 然後這裡面呢 這個就是一般牛肉的調味 好… 然後把它湯汁燒一下 是 那因為我們這個 喉頭菇 該煎也沒有煎很久 是 所以我們在 只煎定型 煎上色 對 燒的時候 我們現在把這個 喉頭菇加下來 是 那這時候呢 它會產生一個狀態 我們剛剛在黏佐的時候 有用麵粉 對 那麵粉現在呢 它在湯汁裡面煮 會加速這個湯汁的濃稠 因為它澱粉會釋放出來 釋放出來 對… 就會變得有一點點濃稠 對…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注意就是 水分的這個量 然後掌控這個火候 因為這個 喉頭菇跟喉頭菇中間 其實它這個 還是海綿體組織 很難吸附醬汁的風味 是 所以我們在這個 醬汁的調味上面呢 不要太重 OK 然後呢 我們讓這個喉頭菇 就是讓它在裡面 微煮一下這樣子 對… OK 所以這邊可以小火煮對不對 對… 因為你那邊的那個雞翅 可能需要顧一下了 對… 我們給它翻過來 是 好…我們看這個雞翅的話 膨脹了 本來那個水分滿多的 對… 現在水分幾乎都看不到了 是… 然後呢也變得相對的 藉由那個芋頭的澱粉 也變得有點點濃稠了 對… 好…我們這裡面 再補一點醬油好了 好 所以再一大匙 好… 再加點烏醋下來 就快起鍋了 我們就把烏醋加下來 好… 好…再把湯汁再稍微收乾 是… 這個可以自然收乾 好… 然後我們最主要是 芋頭的部分呈現原本的形狀 電形 不能夠煮到糊糊的 糊掉 對… 好… 那這個糖化蜜汁的話 香氣就會比較濃郁 嗯… 兩個都是大菜 對… 這邊湯汁應該算收乾了吧 對… 對不對… 它只要溫度一降 湯汁應該就已經變得很濃稠了 對… 好…這樣就可以了 是… 好…那我們就直接取出成糖 好…來… 這邊啊… 我們的這個… 土雞翅… 芝麻土雞翅就OK了 對… 好… 先把三個棒棒腿 中段芋頭 好… 然後淋一點醬汁 嗯… 這個食材滿適合在便當的吧 是…而且它這個加熱啊 就是風味不會改變 喔… 最後呢… 芝麻要煞吧 對… 對不對… 否則這個菜名是有芝麻的 對… 芝麻多一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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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再撒上這個香菜末 嗯… 好… 來… 第一道菜… 就已經可以上桌了 上桌了 好… 來… 我們今天的第二道菜要來收尾了 是的… 好… 我們這個… 湯汁再收乾一點 嗯… 剛才因為… 先放在旁邊嘛 對不對… 所以湯汁沒有收得很乾 沒有開很大火 是… 這個湯汁要再收乾一點 收乾一點 它會形成這個… 濃稠的狀態 我看… 它的顏色比較不像牛排 比較像雞排 比較像雞排 真的… 真的… 對… 這湯汁收乾 我們就可以把… 擺下來 好… 漂亮… 那我們運用這個… 醬汁的話 淋上來 淋一點… 在上面 然後我們撒一點… 一點點的這個香菜末 撒在上面 帶一點點顏色 對…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第二道菜也完成了 兩道菜 我們一起上桌囉 喜歡今天的料理嗎 趕快掃描我們畫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臉書粉絲團 讓你有吃又有拿喔 來… 嘗嘗看 是的… 這一道… 算是… 有點… 像是燒啊… 或者是這樣子… 酸酸甜甜的… 糖醋的… 但是它顏色相對淺很多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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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有油脂… 然後再來呢… 我們這個… 土雞是沒有煎到很硬這樣… 台灣的這些養殖技術… 真是弄得不錯… 你看裡面的肉… 對… 像濕濕的… 非常juicy… 對… 而且… 它那個顏色… 整個的外表… 它沒有那麼的重色… 也沒有那麼的重味… 是… 所以不會像是… 有的時候… 吃的那個味道… 一吃就想說… 太香… 來吃我白飯… 對不對… 是… 所以… 光吃這樣子… 它有那種動物性的蛋白質… 然後呢… 也有這個… 芋頭的澱粉… 應該可以達到飽足感… 對於這個… 想要… 輕食來講… 算是滿健康的… 對… 吃完了這個芝麻雞翅… 非常好奇… 想要來吃看看這個牛排… 是… 牛排你這樣… 這樣看之下… 好像是這樣的… 一整塊… 有沒有… 對… 當你這樣動起來之後… 它就是一整塊… 可是呢… 它卻不用刀來切… 對… 它可以藉由這樣子… 筷子直接分解… 是… 它就變成好像… 菇老肉一樣… 一塊一塊的… 拿出來對不對… 鮮味… 那這就變成… 一塊牛排肉… 吃不出來是… 牛排… 剛開始咬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味道什麼… 包在裡面… 所以呢… 你還滿覺得… 它到底是牛排… 還是雞排… 總覺得… 不像是一個… 素食菇… 對… 就是口感上面… 其實跟肉類的這個… 纖維… 是很接近這樣子… 對… 那這一道… 這樣子吃起來… 應該也算很健康吧… 很健康… 而且… 它最主要… 菇體裡面都是… 屬於這個… 高纖維… 高纖維… 多糖體… 澱粉的這個… 含量可能只有… 百分之五的比例而已… 對… 所以這個… 算是很健康的… 真的… 想要讓身體變得… 這樣更健康啊… 真的… 你不一定要去吃… 這個… 大魚大肉… 或者是… 刻意去找些東西… 簡單的食材… 雞翅芋頭… 簡單的食材… 猴頭菇… 一樣… 讓你能夠… 變得更健康… 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夠保持身材… 健肥成功… 謝謝文師傅… 謝謝… 謝謝…